云西传这部剧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了 是居静怡和张哲瀚主演 居静怡在里面扮演秦王的小爱妻 则张哲瀚在这里面扮演秦王和居静怡是夫妻 但是今天小编说的可不是张哲瀚光 而是剧中的顾七少 总是身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是一位风流倜傥 邪美无双的一位谷主 剧中的顾七少出身比较自卑 但是这些性格被他自己隐藏得很好 是一位悲情专行的人 他的扮演者是米热 米热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是一位内地演员 是一位90后 他的凭借班淑传奇 中寇峰一角正式进屋影视圈 还出演了《逆光之恋》 《爱的阶梯》 《半妖青城》等等一些电视剧 演技也是很好 最主要的是小编觉得米热长得好帅 在剧中鞠静一 在有一个蹲在坟前烧纸痛哭的镜头 工作人员点着火 被烧着的纸突然飞上间了 跪在地上的鞠静一被吓到了 还指着飞起来火说 不行了 这是火 火都飞起来了 工作人员听到后干脆直接 将正在着火的火盆给踢到一边 鞠静一还将身子往后仰着 生怕自己被烧倒 但是一旁的搭档还在不停地丢失 一直丢一直丢完全 没有估计到鞠静一的感受 鞠静一一脸显起的看着她 内心是崩溃的 什么时候才能玩啊 我跪的膝盖都疼了 鞠静一还拿着手帕 在自己的脸上擦拭着泪水 啥时候收工啊 能不能快一点啊 则一旁的米热却玩得不亦乐乎 在地上可能看见一个不知道是啥的小怪物 手里拿着一个小棍玩了起来 都这么大的人啊 还能像小孩子一样玩得这么开心 真的是好又正 一旁的搭档还说这个小东西不是好的 是吸血的 此时的屏幕上出现了幼稚鬼一 幼稚鬼二 这两人也不想一下 要是真的有吸血的东西的话 你们还能这么平安无事的在这里拍戏吗 请原谅小编不扣道的笑声 玩完之后的米热还对着镜头耍起了帅 在镜头面前挤眉弄眼的 再用眼神问大家 我美不美 我帅不帅 此时屏幕上出现三个字 美美美 看到这样的回复 米热应该开心昏头了吧 米热还蹲坐再数下说 自己一会会摆出一个 比较优美的姿势展现给大家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网友看到米热在一旁 再看看居静一会在坟前拍 哭泣后调侃 这真的是差距 大家喜欢米热还是喜欢居静一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 图片来源与网络 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